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美鳳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要多少運動 我有時候 不說這麼厲害 這麼準時都去運動 不過我會盡量這樣 朋友如果要吃飯 要六點吃飯 我差不多四點多就出門了 不是怕吃嗎 是 我在我們家常常走 譬如說我可以在我們 我住在這陸路 和平陸路 我走到國父紀念館 去吃什麼東西 吃一吃飽之後 然後又從那裡走到我們家 其實這個時候 我覺得晚上要走路 或是會補走路 都很舒服 所以盡量多少稍微運動一下 運動的時候 提醒大家 都要稍微屁股夾緊 這樣走 然後有時候想到的時候 稍微跑步一下下 其實那種心肺跟流汗 是還不錯的 如果有什麼運動 什麼時候都可以稍微運動一下 尤其女人25歲 30歲 你就更要注意 那個代謝也沒那麼好的時候 一直坐一吃 一直坐在看電腦 一直追劇 那個肚子越來越大 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讓我們 保持有好的體力 還有身形也要好 尤其這個腳很重要 有時候氣血循環不太好 有時候我的腳會很矮 當然也有其他的因素 重點就是 還是要稍微流汗 運動一下 好 怎麼保養呢 我要介紹這一位 她一個禮拜打四次羽毛球 本來兩次 現在四次 很多人本來說 我們一個禮拜打兩次 但現在一次 沒有 四次 我們歡迎 騎媽 說到運動好了 我只想要當 我隨時隨地都要很亮麗的辣媽 誰要聽到有好處的都會加油 另外一位 每次來都好優雅 打扮得美美的 好會過生活的羅美麗 哈囉 大家好 身材一走樣穿衣風格就會受限 想要舒適又顯素 怎麼那麼難 另外這一位 現在越來越有心得了 一直隨時提醒她是國際媳婦 人家做料理也要穿得很優雅 但今天就不一樣 運動服 我們歡迎亞美將 大家好 我是亞美將 同時兼具時尚又舒適 有時候我覺得 要維持體格 當然有時候生小孩 沒想到 因為生小孩女人是很辛苦 那個身體要怎麼回來 這個很難維持 當然妳現在是孫子 對 我覺得妳現在越來越俗 孫子也要讓美 我本來都喜歡穿一些 亮色 黃色 粉色 短裙 短上衣什麼的 看起來比較有情形 但是很困難 是要搭 剛才穿這樣 是一隻就說 母子 你搭那麼大小 妳搭到家裡才會好高 其實這就是 最好要買黑色 因為穿黃色什麼顏色會放大 所以就顯得身形臃腫 其實穿這樣很熟 都是熟 好 對 體格有時候 穿衣服有很大的影響 美妮 妳現在越來越 什麼穿妳衣服都可以嫁禮的 現在有比較好一點 但是之前忙到沒時間 顧小孩什麼的 然後再來就是剛生完 身材都還沒恢復 以前那衣服穿不下 我就是買那種 很寬鬆的上衣 要不然就是穿老公的皮靴 對 就想說 反正自己在家舒適就好 但有一天 我老公拍照的時候 我想說 那個媽媽很像 我就小孩旁邊有一個媽媽 然後還扎一個 鯊魚夾 我說那是我媽媽 不是 是 他很故意 被老公出賣 他很技巧 性地提醒他 對 就會覺得 自己有點邋遢又很沒問題 沒精神 而且他也不能講 對 他不能講 一看你就知道了 就是該努力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來到現場 暫時化身一下 時尚小達人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如果穿衣服的話 我們稍微做一些小小的搭配 或是稍微改一下下 你就可以點睛的感覺 就是全身都是穿黑色的話 可是會很瘦沒錯 可是會看起來很暗淡 對 像比如說今天 騎媽他就會身上穿這個 比較有顏色 一個LOGO的 你看他手也會帶一些手勢 也是彈彈彈的 鞋子也會用筋彈的 真的 這個時候就可以 比如說搭配我們的帽子 或者是我們的墨鏡 再來的話是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 出來不是都會戴口罩嗎 口罩 對 就可以準備口罩來使用 那個就很有型 雖然是黑的 全黑 雖然會覺得說都黑密 看起來 身材就是看起來 也是瘦瘦的感覺 可以這個時候你就戴個帽子 或是再穿個比如說外套 有個層次感 它有個層次感 不要一路黑到底這樣子 還會覺得歐茫 第二個就是我們寬鬆衣服 會蓋掉身材的優勢 所以你要掌握上鬆下緊 或者是上緊下鬆 像我們看第一件有條紋的 對 同一個人 第一個我們就看有條紋的 它是有點蓋到屁股了 有一些人他對它的中段部位 會比較沒有自信 他就會選擇一些比較長版的衣服 去做 比如說修飾它的 沒有自信的部位 第二個是我剛剛講說 你要做一點區分 讓大家知道說你的腰線在哪裡 所以它就會把衣服稍微紮進去 然後甚至露出我們的腳踝 看起來就有纖細的感覺 真的 再來第三個的話 為什麼 感覺是全黑 也是感覺滿瘦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領子這邊有做V的 所以有時候比如說 比較沒有脖子的人 就盡量不要再穿高領的 你就大概穿個圓領的 你想要有個天鵝頸 就是天鵝頸 就穿個V領的 對 很有精神 看那個圖片裡面 就是最近這幾年好像真的很流行 下半身 你說剛剛的上鬆下緊 下半身 一定是搭那種壓力褲 或者是那種比較緊身的 脖子 就會顯得比較精神一點 可是大家就會有一個迷思說 是不是越緊越好 因為有的它會有一些什麼 有電數 然後電數可能有100的 200的 所以它的壓力就是 會把你塑得很緊 你剛穿上去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真的有被塑緊的感覺 有小一點點的感覺 但是你光要穿上去就會流汗 因為它太緊了 沒錯 真的 你說穿上去好像有時候 如果要穿就要上身體 對 穿越多 穿來不會上身體 脫才會生氣 穿一樣 穿脫都會生 都會 脾氣都會高來就放性 說到說聲音 我已經 大概超過三 四十年的經驗了 我以為你三 四 十件 有 都丟掉了 三十年 一年一件也不為過 真的 都買很貴 都丟掉了 你看 這是最近在一起的 好性感 這是連身 我想說性感又可以煎土 還有連身 結果你看那麼小 我怎麼瘦上去了 每次都要拉 拉著就 也不能吃飯 對 而且這種連身的 你一吃 你那個胃酸就會跑出來 就很迷失了 我之前也穿過那種很緊的 然後你連水都沒辦法吞 甚至就是因為有些重要場合 你會想要把自己弄平一點 就會一吸起來 水下不去 然後還吐微酸 那麼你一穿 你就不想脫 因為穿 身體越不好 可是其實像這種塑身褲 塑身衣的 是盡量就穿 不要超過八小時 晚上睡覺的時候 因為會血液循環不好 太緊的褲子不行 就我穿到 腳麻 腳麻 對 我曾經就是穿過很緊的 就是行動不方便 像你剛剛說那個彈數太高 你光是一個這樣彎腰或是腿 光是我這樣 我不能翹二郎腿 因為這邊太緊了 緊到我沒辦法翹 然後都只能一個動作在這邊 如果長期一個動作在這邊的話 它血液循環又不好 所以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點像是穿太緊的塑身褲 就像你穿太緊的牛仔褲一樣 沒有彈性 行動也不方便 所以我一個朋友 他就穿了很緊的牛仔褲 就是去幫人家搬家 搬家不是要蹲在那邊收東西嗎 蹲了好幾個小時 結果晚上回去 他的腳就是麻掉了 就去看醫生 醫生說他的神經被他做壞了 所以他後面 他後面要持續做一些 類伏健的東西 才能慢慢再能走路 而且像我之前也是穿 穿到就是 有時候會穿著去運動 想說可以讓自己 隨時保持一個很緊緻的狀態 可是我發現 因為你在流汗 裡面是它不透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的小腿附近 跟肚子這一圈 其實都好癢 過癮 這幾年不是比較流行運動風 或是什麼 就會有點瑜伽褲 塑身褲 可是有的人會穿了之後 他就是會懶得脫 因為真的太方便了 行動又很好 這個時候你說 生理期沒來就算了 我們去運動 運動完 流汗 汗排不出來 它就黏在褲子跟皮膚中間 如果今天生理期來的話 像我自己本身就是曾經 對塑身褲瘋狂到 我連續兩個禮拜都穿同一件 然後都去 你又變成嗎 我變成 對 兩天 他很方便 我躺著就在那裡 如果要出門又穿起來就好了 會拿兩件電話 沒有 就一件到底 又這樣穿 就中間還有遇到生理期來 所以我這邊就是變得太緊 跟不透風 那邊就是發炎 甚至就是會發炎 然後就是 後來我才發現說 其實我們這邊的部位 要女生要顧好 要盡量讓它透氣 然後不要太緊 而且你剛剛講生理期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影響 還會導致你便秘 因為你連腸胃都沒辦法 便秘 它沒辦法乳痛 對 是吃力要顧著 講到這個 我又想到一個 我曾經也是因為這樣子 穿塑身褲 因為以前塑身褲都會坐到 可能腰下這邊 這邊會特地坐比較緊 因為它怕你穿衣服 也要瘦瘦瘦 所以我有時候吃 吃完飯之後 我好想吐 我胃痛 我胃好痛 結果後來收工後 就回家之後脫了那一件 我的食物才開始往下 因為食物都吃個家 沒辦法下去了 看 妳現在 我現在就遇到了一件 非常非常厲害的 號稱 你看 有沒有那麼軟Q 好 來 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帶來這個 真的太緊也不好 太鬆也會沒感覺 所以要剛剛好適中的 就像我身上這一件的褲子 來 妳看我這個每一個紋路 每一個織法都不一樣 妳看 從這邊 這樣過來 整個織法都不一樣 尤其像這邊是鳥眼 鳥眼的織法就是透氣 非常透氣 彈性也很好 妳覺得它穿起來很透氣 對 為什麼會呼吸的原因是因為 我剛剛講說這種不同的織法 也就是代表 它的不同織法也代表它會透氣 所以它有一種特殊的纖維 叫做 它可以感應你的身體裡面的 濕度跟熱度 所以你們看到這個圓圓的 它叫做鳥眼 鳥眼王閣 這邊是做透氣的 我們膝蓋要做透氣的 而且這邊也會比較柔軟 不會說不好彎曲 這邊就會立起來 甚至這邊的話 就是讓你 這邊 好酷 對 再來是上面這邊 有沒有這個 它也是因為很知道 我說我們女生有寬骨 旁邊的肉 如果你沒有穿 它就會往下垮 我們愛翹二郎腿的 就往外擴張 對 所以這個它就把你整個這樣子 縮起來 有人穿緊身褲 就是怕妹妹那邊的線條不好看 所以這個是 再來的話 還有這個 還有這邊 你看 這邊有做一塊 你看我的側面 給大家看一下側面 這邊還有這一台 你看 這是餅的 對 它就是可以讓你這樣子說小婦 讓你當小婦婆 好 剛剛再回到 我剛剛說為什麼呼吸 因為它是智能感濕的纖維 對 所以像這樣子的 不同的位置的纖維 比如說 像我在外面很熱很熱 它可以把我的體內的熱氣 排出去 那如果當我覺得說 很冷很冷的話 它那個纖維又關起來了 它就可以保存 我們自己本身體內的一些溫度 溫度 汗會透氣 對 所以比如說像我們一年四季 任何的季節 跟任何的溫度的話 它其實是可以 對 所以它叫做會呼吸的 要輕 好穿 好穿 它還有另外一種擺形 我真的很感謝她 對 妳看 真的 妳看 我本來這個膨脹起來 像它平的 我這個是一件的 對 然後這個是到這邊 好 來 等到 我稍微講一下 妳心想很大 它這件是七分褲 七分褲的擺形 起碼本身個子比較嬌小 所以它就是穿到這邊 它這個的話 你看它肚臍在這邊 它可以穿到這邊 它要超過肚臍這邊 把我們這邊的腰中肉 給收起來 好穩 如果這件我就不要穿連身了 而且它收起來的這邊 不是所謂的 彈數很高 很緊繃的那種 很舒服 都是舒服的 那今天 它就可以自己搭一件 對 你可以自己搭一件 任何的褲子 因為可能它想要搭 這種裙子的 褲裙式的 或者是比較長一點的短褲 也是可以的 而且它很軟Q 對 重點是很軟Q 然後這一個的話 像比如說我們剛剛看 這個鳥眼這邊也是手透氣 妳這樣腳扭起來有沒有 這裡比較舒服 對 腿會舒服 因為有的這邊坐太緊了 它反而腳連抬起來都抬不起來 它還會打扭 穿這個很舒服 對 而且如果是細細 本來這一節是不能看 蓋起來 妳要看一支 完全太緊緊了 一 二 三 好 穿上去 好 你看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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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車很大車 沒辦法再買樂透了 笑很大聲 這如果是這樣要吸下去 來 看一看 你看 OK 我六十二歲 好可愛 好厲害 而且很舒服 就很舒服 就像我剛剛說會呼吸的褲子 所以像那個 其媽要去打羽毛球 它可以把我們的汗 汗熱氣排出去 對 這很好 跑步也是 像我之前每次出去玩的時候 我回到可能我們在外面散步 逛街 我回到咖啡廳的時候 我不是覺得很熱嗎 對 我跟妳講 我只要隨便這樣封 好涼快 它就可以把我那個 就是涼風 馬上就有散熱 對 散熱這樣子 剛剛其媽穿的是七分褲 我這邊還有準備一個九分的 跟大家分享 九分的 它多了一個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屁股有提臀的 這個是屁股的部位 你們看到這邊 這個是屁股 它是提臀的 九分褲多了一個提臀的功能 因為現在很流行 就是女生會穿到九分褲 然後再配一個運動上衣 對 如果像可能對妳的身形 比較沒有自信的話 妳可以配一個長外套 長的長版衣服 這邊有沒有 這是我剛剛說的這一段 就是我們的上邊這一段 就是縮起來的 這邊小腹的 它也是幫妳做一個格紋 有沒有做拉平的 好 還有這個 就是我身上的 身上的 褲子的 像這樣子的話有淺色的 有沒有 我現在身上的這個是 深色的 再來的話還有一款 它是全黑的也可以 如果你不想要穿太亮 你會怕的話 會害羞的話 你可以穿全黑的 也都是有 有四個顏色 褲子也都是全黑的 對 各式各樣 你都可以做搭配 所以現在縮身褲 它的 除了功能好之外 它搭配也是很強 對 顏色也好多 我穿這個去打球 脫下來都很舒服 光說不戀 我們現在就讓 齊媽來打一下羽球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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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剛剛已經 示範哭了 很漂亮 讓美妮姐來測試一下 到底這件褲子是多會呼吸 好不好 我們拿一個就是 就是四瘦 一般外面 點數比較高的 來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妳要試買那個四瘦的話 一下就 拉到底 我光是要把它撐開 其實我心情就有點不太好 太久了 很沒耐性 很厲害 穿在那裡 來 等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的 用力 拉開 呼吸 好 來 有夠力氣 撐得好 我拉好了 沒變心情 卡住 心情不好 打字月蒸氣 我可以穿到這裡就好了 可以 那這個 好 我生氣 蒸氣元素真的 後來我一想 我是不是要躺在床上 然後這樣穿著還是 是很累 都是一定的要穿 躺在床上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亞美獎 對 可以露腳趾 就是 9分的穿嗎 9分 9分 我這樣子整個穿下來之下 9分它比我們的7分跟甲兩件 它會稍微再 把那個腿型再拉挺一點 這樣 我一下子會拉到大腿中間 對 很厲害 你看它旁邊這個 我剛剛說的 這是隔紋不一樣 對 然後再旁邊這邊 隔紋也不一樣 後面隔紋也都不一樣 後面隔紋也都不一樣 所以它有三段這樣隔紋不一樣 就是每一個功能都不一樣 其實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很舒服 而且這都 穿起來很旁邊 都是學問 妳今天 像我今天如果沒有跟你分享 妳就會覺得說 好像是一塊布到底這樣子 一般都認為 不就是這樣子 慢慢拖起來 都只抽到看 對 而且我剛剛因為拉這一條 有點流汗 對 對 那妳裡面現在應該是 鬧水災了吧 我來摸一下 你看 好虛 沒有 我摸不下去 太緊了 太緊了 好 既然呢 既然講到這樣子 我們講說會呼吸對不對 那我現場來做個小實驗 好 就是我們看它透氣度 到底是怎麼樣 妳穿得整身身軟 妳可以幫她這樣 化妝膝補一下妝 我想說是冷氣的問題 不是 是我太熱了 是她拉那個襪子 這件褲子是妳剛剛脫下來 我就直接要來測試 好 我今天要準備乾冰 來了 對 最喜歡看實驗 好 我就放妹妹的部位了 因為我們妹妹最需要 要透氣 最需要透氣 透氣 透氣 而且我是鬆鬆的 我現在是放鬆鬆的 可是如果我把它放緊一點 它其實氣頭的更多 是更明顯 是的 有沒有 真的 妳看 妳想像 妳今天再熱的天氣 妳跑去運動 可是妳的私密部位 卻是那麼地透氣 對 這比較很重要 那 超想它的尺寸 尺寸 它尺寸 你的尺寸 好 我稍微跟大家說一下 好 譬如說7分 7分裤和9分裤是沒有尺寸的 不分尺寸 7分 不分尺寸 可是它特殊的那些織法 還有它的材質 它可以讓我有一個朋友 靠近百巾 都穿得下 都穿得下 這個都穿得下 可是像我夾兩件 它就只有分兩種尺寸 M尺寸跟L尺寸 可以去做搭配 不過像跟大家講 如果像剛剛琪媽說 她不一定要穿這樣的褲子 她自己也可以搭她的外褲 或是裙子也是不錯的 或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長版的T恤 對 蓋住 就可以了 我今天有準備一下 我平常穿搭的那個照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時尚 誰說 我們塑身褲 一定要穿成運動的樣子 我也可以來個西裝外套 然後配個高跟鞋 你看 腿有多長就有多長 真的 是不是 這一款也是九分褲的 然後是灰色的款式 我自己外面接我的黑褲 那你就可以 就是很軟Q也很舒服 再來一個 這個是我九分褲的粉紅色 粉色的 它有粉紅色 對 粉紅色的 這個的話是我就是會配一個 比如說長襯衫 對 做一點不一樣的搭配 這粉紅色也滿好看 對啊 然後這個就是我現在身上 穿的夾兩件 我自己平常 像你看我都會配T恤 還有外套 我自己比如說像我今天 這個外套我也有帶來 有些人他對他自己這邊沒有自信 還有手臂沒有自信 我可能就要多搭一件外套 這樣子去做一個層次不同的穿搭 這樣也可以 這個袖子你也可以把它 精神一點就可以把它挖起來 不怕晒就這樣 怕晒你就把它 穿給女仔的外套就滿有型 對 就不一樣 比如說我都去 我都會去我們家附近的菜市場 或是那個超市 我都會直接 妳知道嗎 我就一件褲子到底 我就穿到一件褲子到底 我出門還是要搭一下 因為會晒這樣子 再來 我這個也是最常穿的 這一個 蓋屁屁 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會有一半蓋屁屁的穿搭 也是可以的 就是看你怎麼穿搭 你要穿長外套也可以 或是像我這樣子的 大大的背心的也是可以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塑身� 不再是像我們以往說 只能配瑜伽的上衣 運動上衣 或者是運動鞋 沒有 我覺得有各式各樣的穿搭 都可以搭配 好棒 現在都會跟我們分享 比如說 搭配了一些小技巧 小屁股 讓曲線能夠稍微 感覺是好一點 是 看起來又時尚 又有線條 又精神 所以不管你是做運動 或是平常去跟朋友出去 或去逛街去都還滿適合 對 真的是很棒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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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